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恐龙时代要怎么生存呢 我们一起去恐龙时代看看 你就知道了 好耶 出发吧 各位小朋友 我们已经回到恐龙时代了 你们看 好多恐龙呀 但我们今天的主角 脱带龙在哪里呢 别急 它们马上就会出现了 你们看 这几只恐龙正在照顾自己的蛋呢 对呀 恐龙爸爸和妈妈 感情好像很好的样子呢 这下次 恐龙爸爸和妈妈 就能安全地把蛋带回潮窝里了 偷蛋龙的体型 比成年人高出一点 大约跟现在的鸵鸟差不多 摸头摸摸摸的 想做什么呢 偷蛋龙会赶跑呢 对呀 这对正在孵蛋的恐龙 似乎对偷蛋龙很不放心呢 难道 偷蛋龙是想脱它们的蛋吗 再继续观察 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偷蛋龙又回来了 这一次 它能不能成功呢 偷蛋龙好像还在挑 哪个蛋比较好呢 它把蛋拿走了 恐龙爸爸紧紧追着这个小偷 它们包围了偷蛋龙 这下偷蛋龙该怎么办呢 哇 偷蛋龙被撞倒了 只不过 偷蛋龙还是不肯放弃 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呢 偷蛋龙终于放弃了 希望可爱的小宝宝快点孵化出来 偷蛋龙 偷蛋龙也叫 妾蛋龙 是一种小型恐龙 体长只有1.8到2.5米 大小类似现代的鸵鸟 行动敏捷 能用尾巴来保持身体的平衡 在中国也曾经发现偷蛋龙的化石哦 2007年在河南出土了偷蛋龙的化石 而且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化石中 体型最小的偷蛋龙化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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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